富二代李宗瑞电脑里的93段视频,176张照片,27G偷拍资料震惊中外,也将他送进了监狱。 说到李宗瑞,不得不先提起一下他的父亲李月苍。 李月苍曾是台中大发证券董事长,公司并入园大后,成为董事以及大股东。 他在商界无往不利,在情场也同样催城拔债。 早年间的李月苍堪比台湾刘鸾雄,家底雄厚,公司众多,身边的莺莺艳艳也不在少数。 他虽然没有像刘鸾雄那样大方,愿为女友豪至车宅,但却也经常和姿色较好的女星传绯闻,也因此得了一个台湾女星举击手的头衔。 节目中,李月苍谈起自己年轻时候的风流往事时,还沾沾自喜,并自豪地说,从中学时起就已经和女友同居。 正当李月苍四处烈焰时,一个容貌较好,风情万种的女人闯进了她的世界。 这个女人就是李宗睿的生母石锦绣,也是台湾有名的娇妓花,为人八面玲珑,经营着会所、酒吧、夜店等多家生意。 酒量也是不在话下,或许是女星举击手的魅力太大,石锦绣在遇到李月苍的那一刻就不管不顾地沦陷了。 娇妓花沦陷过后的清醒总是比一般人来得快一些,两人一夜风流之后变革奔冬期。 可不想,这一次意外竟然让石锦绣怀孕了。 本想着怀孕就能让李月苍浪子回头的石锦绣失算了。 花天酒地的李月苍只把她当作逢场作戏的玩伴,并非能取进家门的娇妻。 更何况,当时李月苍已经有了家事,而且多年四处留情有过的孩子。 也不在少数,于是便对石锦绣母子不管不顾。 不过,石锦绣也没有一条道走到黑,毕竟她经营的产业也不在少数,养个孩子可以说轻而易举。 后来,李宗睿慢慢长大了,由于考虑到孩子父爱缺失,石锦绣萌生了要用金钱补偿儿子的心思。 因此,错把金钱当教育的石锦绣,还没给儿子树立健全的人格,就把她送往国外上学了。 从此之后,更是开启了年送百万新台币,巨款养儿的生活。 李宗睿自小没被父母认真管教,拿到了钱当然就是享受人生,风流快活。 李宗睿将国外开放的本性学了个十成十,兴许是天意捉弄。 李月苍原来对李宗睿母子爱理不理,扭头却发现得到自己认可的孩子全是女儿,便意识到李宗睿的重要性,随后急忙上门要求她认祖归宗。 虽然打小就是没爹的孩子,也从未感受过父爱,但突然多了一个人花钱供着自己花天酒地,李宗睿倒也不排斥。 大学毕业后,他就回到家族企业当太子爷,受尽吹捧与俄鱼奉承。 李宗睿的工作能力普通,却是超一流的玩家,时常留联于时尚派对之名夜店,更是十足的公子哥派头,喜爱炫富,百阔,出手阔绰。 比如,有时兴起,或者旁人起哄,便立即宣布,全场的香槟,明酒,全由他买单。 如此豪客,夜店老板,夜店客人,自下的花心太岁远近闻名,但是不影响美女们争先恐后地扑过来。 吴亚欣美貌与性感兼具,从台湾开南大学毕业后,以广告模特身份进入演艺圈。 白鑫慧,毕业于台湾世新大学,是有名的模特,一出道就以年轻靓丽的外形经验演艺圈,被誉为林志玲接班人。 但他们都对李宗睿无法抵挡。 李宗睿的女朋友,个个都是貌若天仙的性感游物,并且几乎到了想谁就有谁的境界。 2011年,一对夜店姐妹花一纸诉状将李宗睿告上法庭,控诉李宗睿给她们吃了能够令人的控诉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。 当时,妹妹是李宗睿的女友,无意中发现李宗睿的电脑中有很多不雅视频,其中还包括自己。 于是,她和李宗睿吵了起来,没想到对方却置之不理。 妹妹气不过,就把此事告诉了姐姐。 姐姐约李宗睿到夜店谈判。 李宗睿一直坚称,双方三人都是自愿的。 但是,随着警方对案件深入调查,陆陆续续接到了更多受害者的报案。 这一查,顺藤摸瓜,警方在李宗睿的电脑中发现了60多名女性大尺度照片及视频。 其中,不乏一线女星,著名人妻,甚至还有未满18岁的少女。 李宗睿分类整理了这些视频,刻成了光碟,按照A到Z的排列,方便欣赏。 她甚至还向好友炫耀,说自己存有几十名女性的大尺度视频,大致27句。 最令人咋舌的是,在受害人名单中,居然还有李宗睿继母的名字,恐怕连李月苍都想不到。 自己风流一声,最后竟被亲儿子戴了绿帽子。 她怒火中烧,但也无可奈何。 丑闻事件爆出后,舆论哗然,李宗睿见事态恶化,已经超出了自己能控制的范围,选择了逃跑。 警方找不到人,于是发布了通缉令和限制出境的禁令。 这期间,不断有人在网上散播李宗睿的视频、照片,几乎整个亚洲都知道了李宗睿的丑。 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,就连李宗睿父亲李月苍也扛不住,只能发表声明,呼吁全子李宗睿尽早投案。 终于,李宗睿还是扛不住了,在出逃后的23天选择自首,并在审判席上失声痛哭。 在庭审时,李宗睿坚持认为自己错了,但没有认罪,吃素的,经过调查发现,早在2009年他就已经开始了恶魔行径。 有知情人士爆料,他的惯用手段就是在酒水中放粉末,让对方失去意识,再将他们抬上车,再回家。 如果受害者没有喝酒水,他就会以送对方回家之名,亲自开着高档车献殷勤,途中借机编造各种理由,如东西忘拿,或衣服在夜店弄脏等说辞,把对方骗到他的豪宅,再拿出特制的白开水给对方喝下,迷婚对方,而后行不当之事,同时用相机记录。 事后,李宗瑞还会假装无辜,躺在受害者身边,向完全不知发生什么事情的对对方说,是你主动的,不是我的错,甚至命令对方赶紧吃逼约药。 如此禽兽行径实在不能容忍。 这桩案件,从2011年8月李宗瑞落网,到2019年2月,历时8年才正式作结。 李宗瑞的母亲动用各种关系,将李宗瑞从最初的一审30年有期徒刑,捡到了终审22年10个月有期徒刑,并赔偿1325万新台币。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,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搞笑的是,李宗瑞还曾在被告席上放声大哭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受害人。 这件事对李月苍的打击非常重,在外界压力之下,还辞掉了元大金控和元大宝来证券董事之务,并且向社会致歉。 但在李宗瑞身陷淋雨之后,李月苍还是会定期送取大量的现金。 石锦绣更是隔三差五就去探监,每次都用掉几万块,给李宗瑞花费也上下打点,尽量让儿子过得舒服。 刚进监狱时,李宗瑞在印刷厂里干活,工作环境差,劳动强度大,习惯养尊处优的他根本忍受不住,不久便调到了折纸代工厂,每天贴贴标签,很是轻松。 此外,李宗瑞还活得更是争相吹捧巴结,就连玉井也羡慕不已。 这些事情被曝光之后,大众对这一家的做法很是鄙夷,并说,这简直是把坐牢当成了度假旅行。 石锦绣听到后,非但没觉得这是一种讽刺,还公开在媒体面前表示,儿子在里面过得很好,还准备要申请念空大。 在月初的时候,李宗瑞曾申请保外就医,根据知情人士透露,李宗瑞保外就医的申请已经被拒绝,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李宗瑞面色憔悴,很不适滋味。 从小,李宗瑞就没有人严加管教,如今变成了令人唾弃的臭宠,把监狱生活当度假村,即便刑满释放又能如何? 出来同样也不会做好事,而他之所以会走到如今的地步,都是因为母亲过分宠溺,而父亲却缺少正面教育。 记得早年娱乐圈里有一个词,叫玉女掌门,就是说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靠青春出道的。 其实这也是一个惯例,因为刚出道的时候还放不开,后来也就多了一个词,叫玉女变玉女。 今天给大家盘点几个曾经的玉女变玉女的故事。 1.叶韵怡 13岁那年,叶韵怡和朋友一起过马路时被星探发现,邀请她拍广告。 后来凭借甜美的容貌,她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,也为她进入演艺圈埋下伏笔。 这一年,12岁的林志颖已经在遥控车比赛上获得了全台湾亚军,这使得她一定不会想到,电视上那个抱着可乐罐的可爱女孩,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的初恋。 只不过,叶韵怡和她之间只是谈了短暂的一场恋爱,由于她们当时太过年轻,都以事业为重,所以最后分了手。 叶韵怡身边当然不缺追求者,1995年,玩具大王陈伯浩打算送一辆法拉利给叶韵怡,希望借此抱得美人龟,但被叶韵怡婉了。 但这并没有让她灰心,她用9999朵玫瑰摆成了个心子,开着一辆红色法拉利去接叶韵怡,邀她共进晚餐。 慢慢地,叶韵怡对她敞开了心扉,同时事业也一直没有突破,她想可能有个人陪在身边会更好。 于是,在陈伯浩向她求婚时,她说了我愿意,只是叶韵怡没料到自己会选择错方向。 婚后,由于身在豪门,整日抛头露面不太好,叶韵怡便听从婆家的建议,退出了演艺圈。 第二年,叶韵怡生下了儿子,陈绍珍。 叶韵怡经常和丈夫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,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到来而变得更好。 1999年,叶韵怡怀上二太后,陈伯浩多次被记者拍到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的照片, 还被指搞大了洛选亚界中秀群的肚子。 在女儿出生后不到一个月,陈伯浩就提出了离婚。 叶韵怡心如死灰,如果把两个孩子的监护权给她,就同意离婚。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,陈伯浩说叶韵怡有强烈的性需求, 而她不喜欢与和她没有感情的人有额。 可以说,生第二个女儿是意外,她很遗憾。 这让一代孕女瞬间变成了孕女,叶韵怡也成为了香港媒体的笑柄。 她最后不得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,让陈伯浩停止对她名誉权的侵犯。 2.李立珍 李立珍出生于1966年,1983年因为拍广告正式入行。 后来凭借黄柏明导演的《开心鬼》系列电影,与罗美威、伯安妮、陈佳玲、罗明珠等组成了《开心少女》组,一炮而红。 为首的李立珍还被封为学生情人,一下子引来无数狂风浪蝶。 但她不甘一辈子以学生形象示人,怕终将一日被人们所厌倦。 于是,为了拓宽戏路,她不惜下海拍摄三集片,这也使她之所以成为无数男性的梦中情人,惹来各种倾慕的原因。 恰好,持量行凶的李立珍对待感情的态度一向是不主动,不拒绝,不管对象已婚未婚,不爱立刻拜拜。 可谓轰烈又荒唐,任性又无底线。 李立珍在经历了多段混乱情史无果后,早已变成玩弄男人的情场老手。 她甚至开始怀疑,这辈子到底还能不能遇上真爱。 越想心越乱,只能收拾心情,专心拍戏赚钱去了,毕竟有钱在手,什么东西没有。 直到1996年,偶然的机会,她结识了鬼才音乐人许愿。 两人相识仅仅仅三个月就领证结婚,并在一年后生下女儿许依荣,四年后离婚。 后来李立珍又因和闺蜜老公对上演,引发震惊港圈的二女共事一夫事件。 只是没有想到,纵横半生,情史如此丰富的李立珍,到头来还是只有她一个人。 如今的她已经56岁了,虽然没有爱情的陪伴,但是她却将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了。 3.杨宝玲 杨宝玲不仅是1987年的港姐冠军,还是童年世界小姐选举中的12强。 在这次选举中,她获得了亚洲美皇后的称号。 接连拿下港姐冠军和国际选美比赛名次的杨宝玲, 在履行完港姐应进的义务之后,和无限签下了三年的合约。 在成为无限旗下的议员后,杨宝玲最初只在翡翠台参加电视剧《大都会》的演出。 后来,她开始一边为无限主持节目,一边参加一些电影的演出。 但是,在演艺界发展不错的她,并没有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。 1992年,杨宝玲离开了TVB。 1994年,她在拍完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之后,就慢慢淡出了娱乐圈。 杨宝玲退圈就是因为和陈荣森结婚,但是两人的婚姻却没有持续多久,就分崩离析了。 离婚的时候,两人也闹得很不愉快,原因是陈荣森不仅在媒体面前爆出杨宝玲婚内出轨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,两人的房事也被陈荣森爆了出来。 陈荣森当时对媒体说,她一周要十次,我怎么受得了? 面对前夫的恶人先告状,杨宝玲只能极力澄清,但是效果一般。 大家都知道了,她是一个欲望很强烈的女人,对她的印象也从育女变成了育女。 既然这个负面新闻变成了她在娱乐圈发展的拖累,那她干脆一鼓作气退圈,于是她转战商场,开始踏上称为富婆的道路。 4.阿娇 对于阿娇我们并不陌生,在最初的印象里,阿娇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女生。 2000年,她与阿萨、蔡卓妍组成的组合吞斯正式出道。 她事业有成,加上本身长相也十分出挑。 阿娇在当时一度成为了许多人口中的天后,再加上清纯可人的长相,还一度被誉为育女掌门人。 但就是这样一位育女掌门人,最终因一件事情而折翼。 在20岁的阿娇心中,爱情是美好的,是能拯救她心中那片干涸土地的唯一甘露。 那时候的她,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她心中的那份爱情,可也正是那份她以为的爱情,却给她带来了无尽的伤害。 深爱陈冠希的阿娇,现冠希门中无法自拔。 这件事发生以后,明明受害者的她,却被卷进了舆论的漩涡。 育女掌门人,一夜之间从育女变成了育女。 之后的几年,她继续写歌,拍戏,上综艺,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。 她等待着,期待着,什么时候生活才能给她那份想要的温暖。 终于在37岁那年,阿娇结婚了。 丈夫是一位医生,但好景不长,结婚一年后,这段缘分就草草收场。 从恋爱到失恋,从结婚到离婚,从动荡波折的童年,到淡然面对的中年。 这一切都让阿娇明白,一味地让步和妥协,永远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。 扛过了经济遍布的肥短流长,阿娇开始成长,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。 在今后的日子,就算无法在世俗里光彩夺目,也希望她能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。 5. 关芝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是香港娱乐圈的鼎盛时期,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有着神仙颜值的美人,而关芝林就是其中一位。 关芝林在当时娱乐圈中的发展是顺风顺水,她一直都是炙手可热的人气艺人,喜欢她的粉丝也是指增不减。 不过,虽然关芝林的颜值和实力并存,但是她也曾经翻车过。 当年关芝林受到导演的邀请,去出演了一部叫《夏日复兴》的电影,相信这部电影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。 毕竟这部电影的明星阵容十分强大,全部都是当时香港娱乐圈中知名度很高的艺人。 这部电影在当时确实成功走红了,毕竟有成龙、刘德华这样的实力大咖赛。 而关芝林在电影中虽然演的是一个小配角,但是她却是牺牲最大的一个。 在电影中,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关芝林被五个男生捉弄占便宜的镜头,而关芝林在穿着上也是十分的大胆、性感。 起初的关芝林一直都是以清纯玉女的形象示人,但这部电影中的她,让关芝林在粉丝心目中彻底崩塌了。 后来,她又因为被刘鸾雄塞高尔夫球,一共塞了两个,拿不出来。 晚上三点到香港圣玛丽医院取出,塞一个球,刘鸾雄给她一千万,共计两千万。 此事一出,她清纯玉女的形象更是惨烈崩塌,名声跌入了低谷。 六,邱淑珍 八十年代,香港影坛正值发展黄金时期,出现了这样一位性感佳人。 初看时清纯无比,再看却又性感撩人,她就是以玉女出道,却又玉女成名的邱淑珍。 在电影赤裸高扬中,她一托成名,火爆香港,成为了全香港男人的欲望。 而后,在电影《赌神2》中,她一袭红衣叼着扑克牌的动作,更是成为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。 然而就在三十一岁的巅峰时刻,有一个人却让她毅然退圈,从人人唾骂的小三摇身一变成了罪妇女性。 此人是谁? 在1998年,邱淑珍在哥哥张国荣的介绍下,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,沈家伟。 沈家伟不是圈内人,但她也不是普通人。 凭借高超的经商头脑白手起家,一手创办了IT时装,成为了80年代崛起的香港心腹,身家超10亿。 两人恋爱一年后,在日本举行婚礼。 婚后,邱淑珍就选择了吸引,不再涉足娱乐圈。 而婚后的邱淑珍也被老公沈家伟宠成了公主。 迄今为止,邱淑珍已经吸引20多年了,婚后还生下了三个女儿,都继承了邱淑珍的美貌,一家五口生活得很幸福。